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时间 博盛顿时间 一个时区是每天晚上的9点 香港时间 北京时间 台北时间的每天上午10点 刚才我没讲错吧 纽约时间是9点 对吧 没讲错 那么 周末的时候 上个周末的时候 莱泽先生接受了CBS的访问 那么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谈判专家 是一个律师 当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像他那样 但是他很像一个律师 就是很专业 很少讲话 而且非常有个性 不但川普总统对他非常的信任 而且呢 民主党对他有很尊敬 这是很难得的 那么这个人在谈判方面 他有非常多的细节 很好玩 他不太喜欢谈判的时候 像郑树光先生这样做笔录 他不想 而且他不但不想 他禁止他的夏季 在他谈判的时候做笔录 也甚至不想让各种文字没有最初形成协议的时候形成文字 所以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 川普总统 听他的关于贸易谈判的时候 有些人在怀疑 他未必有了一个完整的文本 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很少接受 很少有一点微笑的感觉 永远是一个扑克牌 一个扑克牌 他脾气很大 对总统是曾经有价 对这个部下是非常霸道 甚至有时候还甩电话 他之所以不接受采访 一方是他历史的职业 史其然 还有一个原因 他有这个 这个一号言 一号言讲话比较丝雅 你觉得没有 那么但是这样一个我已经至少 在我几十个节目中间 介绍了他的故事 介绍了他的为人 但是呢 他在 对这个CBS访问的时候 我对他有一点是非常的不有为难 他认为如果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达成了 那就说明了改革派占了上风 所以改革派在执行 如果是没人执行得好 那肯定是强硬派 保守派占了上风 为止呢我在上个星期 一的时候和陈小平博士 在这个网言网视节目中间 我们两个人产生明显的分歧 因为我是批评陈小平博士的 而陈小平博士认为 来自习说跟他谈了十八个月 他应该有非常直接的感觉到 这个团队里面是有保守派和改革派 没有想到 华尔街电视访问 同样的 对金某中美谈判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 也是跟川普啊 跟这个团队很熟悉的叫史建道先生 他在接受华尔街电视的时候 他也非常的明确的讲 他不同意 来自习泽 对中国的现在的派系的分析 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 那么我现在请问一下郑述光先生 你是站在陈小平那一边 还是站在和平这一边 都不站 什么意思呢就是 党内无派千七百怪 毛主席的话 但是未必是什么改革派 和保守派这种分法 不不不 我刚才讲的是保守派和改革派 这个分法我不同意 我说一个 简单的分法 就是 这个保狼派和恶狼派 你同意吗 就是老的 既得利益集团和新的 还没有 正在形成中间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了 你要分派系分派别 你可以细分 什么江派呀 真派呀 不不不 我讲的是 我们先讨论一下 有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 在现在这个盘面上没有 OK 那鲁岚先生你认为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吗 没有 我不认为有 恒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 应该应该是没有这个改革派和和这个保守派 政界上应该有区别吧 你比如李克强的经济思想 和 那当然 和刘鹤的经济思想和其 肯定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是因为面对呢 现在的经济形势 他们这个了解经济的人呢 他们可能更对经济形势的紧迫性 和对未来的这个 这个不确定性 可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呢像刘鹤呢 一天到晚的在 就陪着习近平到各地去 调研也好啊 走访也好啊 他原来纪委出身 所以他对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呢 是始终是持一个 应该说是感觉的压力非常大 这个相对悲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面对 这个美国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发动的 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呢 他 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 这个 咱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就表明 说这个打不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妥协要谈 不能够通过 像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 来打 但是 那个最后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 确实非常强硬 你加300万我加300万 你加500万 我加500万 结果他没想到 川普一下加了2000万 不是 多少亿啊 一下加了2000亿 这个一下中国没得加了 所以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他没有想到 说会是这个结果 但实际上你如果这么分派的话呢 实际上 中国的共产党内部的官员当中呢 有 希望呢 能够中美呢 应对抗 有希望 通过妥协的办法呢 软对抗 能够达成协议 所谓 互利双赢的这种办法 现在看 应该说如果说第一阶段能够达成协议的话 那应该是说 主张妥协的 这一派 应该说现在占上风了 他们原来的 调子是说有可能刘鹤要下台谢罪嘛 因为已经把他定义为这个 这个当代的李鸿章了嘛 所以现在呢刘鹤看来已经如果第一阶段协议签下来了 那这个刘鹤呢就不会下课了 就还会继续继续负责这个第2第3第4第5的这个阶段的谈判 所以现在至少保住了他的这个位置 但是应该说 据听说的啊就是李克强 这个刘鹤 汪洋 那些人呢还是 都是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务实的 愿意呢通过谈判呢 跟美国达成协议的 达成妥协的 相反呢这个王沪宁 这个 韩正 其他的人 这个都是希望呢能够硬碰硬的 因为王沪宁呢是肯定要硬碰硬的 因为他抓意识形态嘛 他一会儿播什么上甘岭啊 一会儿播反正都是打美帝的 那个都是中共打胜了的 所以给大家鼓劲 然后呢这个新华社什么什么 一人屏啊一天到晚都在发社论嘛 所以呢他是 他是 非常强硬的希望 这个医血还血以牙还牙 通过厉害国 来提振大家的 奋斗的这个跟美国对抗的一个决心 如果这么分派 我觉得是有 是有不同的观点的人 好啊 鲁烂先生你 你认为为什么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 我们如果说这个党内有派 或者说所谓有路线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他是有 可以通过 组织的形式 可以有正常的活动 也就是说他在某一次会议里边 在某一次形式里边 他可以有正常的 这个动作他不能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人他不行成派 对吧 他应该是至少是两人以上 他在明显的有共同的观点 共同的思维方式 做了同样的事情 那么 这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他是 两人以上 第二他要有 这个 共同的这个行为方式 有行动 那么我们在中共内部 看不到这样 同样可以 一起行事的人 如果有派 或者有这个路线 他毕竟是在一种非常良好的运行的组织模式下面可以进行的 你比方在美国的国会里面那就是两派 两党 这个党里面有共和党 有民主党 那他们观点是明显不一样的 那可能还有一些独立的候选人 他们互相之间 自己的思想 可以在公开的交锋 在共产党内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 公开交锋的 因为在现在 这个独树一尊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 没有这种思想开放 或者是言论自由的 这么一种 氛围 有派 有路线 有组织 这都要有一个氛围才行 思想要解放 言论 不至于被治罪 在这种情况下 才有可能 产生 所谓的改革派 保守派 因为我既然说了保守的这个话 我也不会被定罪 我也不会陷入 淋浴 我的家人也不会因此 就丧失了前途 工作 等等和生活的各种来源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任何中共内部的这些人 你只要 领备了老大的意志 你很有可能 就秦城监狱待着去了 你要么是 贪污 要么是嫖娼 要么是各种关系不正当 所以在内部不可能存在一个公开的派系 那么至于个别人 心里面是否清楚 比方说我们的李克强总理 2015年在股市崩盘的情况下 他就已经提出来要辞成 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但他不能下去 因为你下去了以后 就显得我们的老大 照顾不了团派 不能容纳人了 不是五湖四海了 变成一家的这个 这个政治组织了 所以 他还必须在那待着 让你什么时候出来 你在什么时候出来 有些人 提出来 中共内部 按人化派 江派 胡派 等等 一系列 如果说我们在胡温时代还能看到温家宝总理有很多讲话 这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的 因为 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观点 他可以公开的发表他的言论 他发表言论以后并没有被治罪 他的工作方式可以按他自己的那时候还有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 氛围 这几个条件都具备 所以他有可能存在 但是现在你有吗 那么以人化派这个更说 更说不上了 就是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强有力的 所有的这些人跟他意见不一致的 只要引起怀疑人通通的都可以被拿下 我们可以数很多 薄熙来也好 孙政才也好 徐才厚也好 郭伯雄也好 周永康也好 过去的行不上副国级正国级现在通通可以上 还有什么人敢依人化线依人来到位呢 形成派别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同时可以看到一个最鲜活的例子 是在今年的阅兵议事上面 上天安门城楼的有谁呀 除了我们敬爱的习近平主席之外 还有胡锦涛前总书记 还有江泽民前总书记 我们可以发现 江泽民和胡锦涛 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的过程里面 没有一丝的笑容 意味着 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 到天安门城楼上 这种检阅 他们是被迫站台 也就是你想来 也得来 不想来 也得站在这 然后显示我们几代人同姐 显示你到这里来 是捧我的场 站我的台 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周围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 那么还有哪些人敢以江派的名义去出现 敢以胡派的名义出现 敢以 征派的名义出现 敢以 其他什么家族的派别出现 来挑战 习近平主席的权威呢 如果说 想用这个派那个派 寄希望以党内有这些人来斗争 来推动中国民主 人权事业发展 推动中国 可以有说改革的话 我想他一定是过去的公兴剧 看多了 他不清楚 过去的那些官员 还有中见之士 一死 见上 取得社会的进步 因为他们的官 是通过仕途 考过来的 是考公民考取的官 学而优则是 现在是 钱而优则是 是买的官 跟随关系上来的 所以在公厅里面 在中南海里面 这些 高级官员互相之间是不敢来往的 一旦被发现 你们 互相之间 有这种超出 组织的范围的这些 行动的话 那肯定是对领袖不忠心 就会有 牢狱之灾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在中国内部形成 所谓的派别 我想他们一定是 看 古代小说看多了 看知智通鉴 看入迷了 现在 不存在 谢谢 我就是 认为是 新贵和旧贵的 有矛盾的 有矛盾的 这个 这个第1阶段协议 分段这个第1阶段协议 有效的 照顾了双方的利益 因为如果说是 按照原来 川普总统的整权协议不妥协的话 那 过去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绝对是不同意的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案 来 阻挠 但是现在这个呢 就是说 我结构性改革 可能是 有妥协 川普可能是有妥协 起码在第1阶段协议里是看不到的 啊 那这样的话呢 保住了或者说 长期的或者说 中期的 保住了这个 我说保廊的这个利益 盘子 给你一段时间 可能过度 是吧 有可能就是一直就这样了或者说过度 另外一个呢 新贵们从哪来 我 我很怀疑在这个2000亿美金里头 新增采购 这是新盘子 对他们来讲是新盘子 这会 那在这样情况 因为保党是共识嘛 所以 当这个保廊们说 你要这样干 会造成党内分裂 会造成中国的局 他当然不会说党内分裂 他会说一大堆别的 比如丧权辱国 那个 白皮书里的讲的那些东西 你是丧权辱国意味着那你就是慈禧代后 你是李鸿章啊 对不对 我就可以 讨伐你啊 清军策呀 对不对 他以那种名义是保的是那些 利益的 有些东西不能开放 补贴不能停 壁垒不能 比如说 互联网企业 那个时候那个谁放风 原来重庆市那个市长 黄继发 黄继发放风的时候就是说 数字通讯自由 是 是这个 数据自由是 数字经济的田体 在上海放风啊 而且当时这个 整个这个 经济工作会议 基本上就是给造势啊 给这个 整权的协议造势啊 结果突然翻牌了 突然翻牌那就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嘛 对不对 这些是小弟 但是你让小弟没得吃 要把小弟的财产拿走 那你就不是老大了 我凭什么让你当老大啊 那 他他肯定会说 这是有 有辱国格 有辱这个 会 丧失主权 他用这种方式来逼宫嘛 所以 以保党的名义 那你为了保这个党 为了保这个盘面 那就要 维持住嘛 所以 刘鹤去谈 应该是完全是习近平同意了的事情 最后 习近平得亲口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维持这个统一的盘面 那么 再到后来出来第1阶段协议 我就看清楚了 就是 旧贵族的这个利益 起码是暂时得到保全 完了新贵族有2000亿新增的采购给你们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真实的 发生的事情在中国方面那边 所以当然要低调了 当然要低调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敞开来讨论嘛 那2000亿是个大商机呀 新增采购 这是个大转移呀 对不对 你既然是政府承诺 那必然就是 谁去采购 就采购权呀 或者说 哪个政府部门安排去 哪些 国营企业可以参与 可以竞标 私人企业可以来 这是你要中国政府同 你国家间的协议 中国政府要保证他履行 我相信中国政府 可以履行到 就跟那个 所以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 什么还债之类的那些东西 他可以做到 饿死人没有关系 采购算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利益格局 所以有派 有派 有派 但是不是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 是新贵和 旧贵 就是 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新贵和旧贵在争取控制权 最后你看到是达成协议了 甚至影响到了中美关系 哪怕翻船啊 因为不翻船 我也没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那哪怕翻船 我要跟你斗一斗 斗的结果 包括我说这次私中全会的结议 50多个坚持 习近平愿意吗 不愿意 也得 也得念啊 50多个坚持啊 就不折腾了吗 我们看一看这个李克强和温家宝和钟恩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跟他们的主席 为什么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总理老是不一样 这个还是交给陶修先生来讲吧 我们就不讨论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一个话题 讲的就是这个白宫的 鹰派和隔派 白宫的鹰派和隔派 美国的政治的 补唐的派系斗争 大家非常清楚 尤其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党派 对吧 你看民主党和共和党 要一个党支持另外一个党 那是很不容易的 除非是双方的利益和价值是完全一样 那么即算是党员 他也是有选择的 所以在中院院 弹劾川普总统的时候 没有一个共和党 站出来去说 我也支持弹劾 共和党基本上是一致的 当然民主党有一两个是 跳出来跟党有点不同的利益 但是整体来讲 大家很清楚 民主党和共和党 而且他们两个一个是在朝一个是在野 仍然是在进行权力斗争 那即算是在白宫内部 就在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的谈判代表团 我们也很清楚可以看到谁是阴派谁是阁派 对吧 甚至阴派和阁派他们的观点在媒体里面都看得很清楚 每个人比如纳瓦罗 库德罗或者是 摩洛钦 他们罗斯 他们在电视台讲的话 大家就发现有分歧 甚至有人发现在北京的时候 纳瓦罗跟谈判代表团的另外的人还吵架 还骂人 而且还讲的脏话 骂得很狠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把这个政治啊 当然他们也有幕后交易 但是他们多半的情况之下 都展示出来 我就是保守派 我就是自由派 我就是右派 这种派系的公开化好像是一种 是不是西方 文化生活里面正常生活里面的 一个正常形态呢 就因为美国有两百年的立国历史 以后的历史吧 他那个议会跟多党制已经发展的 非常的成熟 这个两党制 共和党跟民主党 就远远流长 中国本来也有两党制 就是一个国民党 一个共产党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本来蒋介石按照 孙中山建国方略 要在1948年就举行这个宪政 就要投票 要选举 那个时候选举国大代表 1949年毛泽东上天安门的时候 还有几个所谓的 共产党以外的这些什么民主人士 包括一个叫青年党 所以当时就在49年以前 至少有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 这些党派在存在 所以到今天搞成这个一党专制 是太历史的导策 那相反 人家美国是非常正常 两党制四年一任 然后出来你把政纲向全国人民讲清楚 让人家来选 到底要这个还是要那个 这个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对不对 但是中国很奇怪 连毛泽东都讲 说党内没判千计百怪 但是中国内部 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不向外界表现出来他们的政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么这一次雷特希泽他在这个 很罕见地接受这个媒体采访 他在CBS讲 他说如果中美贸易协议 能够执行得好 就说明了改革派占了上风 如果执行得不好 那就说明保守派占了上风 那么对这种看法 我当天就跟他有一点 不太一样 我认为现在中国只有西派 哪里什么格格派哪里保守派 那么后来我这种看法 美国有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贸易专家 非常熟悉中国情况的叫史建道 那么他在接受华尔街电视访问的时候 他说 雷特希泽不太了解中国情况 现在中国哪里有什么 改革派和保守派 都是务视派 都是为了深层 这个政治派系 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 真的是内部现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吗 还或者说 他们有 但是不敢讲 那肯定有 对现状不满的 或者现行经济政策不满的 比如说什么自力更生 要什么国企主导 这些尤其是经济上不同的看法是肯定的 比方讲现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是这个 主张这个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 这个叫利以宁的学生 是不是 那李克强多年的讲话 我们都分析了 他是比较回护 他觉得就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应该是用更开放的这个市场化 那他说的对不对 这是另一回事 但是 习近平 代表的 或者他长期强调的 就是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那么这两者是基本冲突的 所以这个是有没有派别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至少在经济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这个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有这么两种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那就要看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的这个意见会不会发展成政治的斗争 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下午1958年这个大月要进 但是这一种 就是说 就是说 毛澤東說割掉資本主義的尾巴 那這種不同意如果你在美國、英國那當然很正常 今天英國的工黨也是主張叫社會福利主義的 他主張要大幅度加稅 然後工作四天 然後大學讀書不用錢 但是這個保守黨就堅決不同意 他認為要堅決走市場自由化的道路 那五年一次就交給選民來解決 但是毛澤東不是 把這個問題變成對他劉少奇個人的仇恨 認為劉少奇想奪權 因為劉少奇的三字一包後來讓中國的農村經濟有所舒緩 製造了 尤其是1962年1月7千人大會取行了以後 1963年、1964年中國的經濟局面是有所改善的 文化局面也是有一點的多樣化 這個文化局面就是有精細 這個文化局面是有幾年為今年 是有很多公開的手段 讀立民主題 我們把這個共產黨被選民主題 就為了一周年 對於第一次選民主題 這個參與選民主題 就給了一個參與選民主題 這是非常殘酷 因為現在中國還沒有清算毛澤東的罪行 所以多少有一點毛澤東的基因遺傳 但是他就覺得現在西方世界虎視眈眈 一定要對外表示團結 所以在這一方面 經濟分歧我們就看得出來 經濟分歧有沒有發展成政治上的尖銳的對立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因為也許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能夠再像毛澤東鬥劉少奇 或者劉少奇自保反擊 這樣演變成文化大革命 可能兩派也好 三派也好都知道 不能這樣下折騰 再加上實在是黑箱比以前更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在毛澤東時代 在這些是這個所謂的 因為很容易把劉少奇的 他就繞過去 他就說鄧小平推行的是維生產利潤 維生產利潤在毛澤東在解釋 為什麼鄧小平鼓吹維生產利潤 因為鄧小平說毛澤東的三項指示 說三項指示為綱 三項指示裡頭包括這個階級鬥爭 也包括這個發展生產經濟 所以鄧小平就以抓革命出生產這六個字為先例 就提出三項指示為綱 結果毛澤東放屁 從來沒有三項指示為綱 階級鬥爭才是綱 其他全是維 這句話等於就是否定了周恩來的那個出生產 對不對 當時你說抓革命出生產 這三個字是並行的 你沒有說主要抓革命次要出生產 對不對 所以鄧小平後來說 整個三項指示為綱就被毛澤東批判 就是說階級鬥爭才是重中之重 其他全是木 其實毛澤東對什麼生產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今天我們從這個脈絡來看 毛澤東也說過黨內無黨 帝王思想 黨內無派千七百塊 這幾個字是沒有興趣的 但是在不准妄議中央的規條之下 各個不敢言 如果沒有派系 如果沒有意見 就不會有不准妄議中央這個黨內的規條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有一點的所謂的萬馬奇案 後來不是打倒四人幫以後 不是說動不動就是說 在那個萬馬奇案的日子 怎麼叫萬馬奇案呢 奇怪了對不對 我們看見毛澤東死了以後 在這個床邊華國鋒跟江青、毛遠心 還有陳希蓮、張春橋 手拉手的在毛澤東的床邊拍的遺照 宣示堅決把毛主席的遺誌 進行到底、執行到底 結果一個月以後 華國鋒就把一個月以前 手拉手的這個江青 就把他的兩隻手 把江青兩隻手 用這個口聊給綁起來 不在手拉手 對 當時很團結 對不對 這個也是符合毛澤東的指示教 這個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對不對 你還注意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是胡紀偉 就是人民日報的老社長總編 也是一個老幹部 他親自的交給我的 然後我幫他把他發表出來的 這是杜賢修先生拍攝的 但是呢 發表的時候是胡先生 胡紀偉先生交給我 我放在他的 寫的一本書的裡面 不過這張照片好像流傳很廣啊 對啊 是啊 所以這一時之間 你哪裡會相信 這個共產黨裡頭有派系 對不對 很快 他就說 把什麼江青什麼白骨精 這個張春叫做狗頭軍師 對不對 政治鬥爭很殘酷 因為你是一檔專職沒有辦法